美国制裁七名中联办副主任 同向在香港营商的美国企业法警告 国务卿布林肯说 是发出明确的信息 支持港人 批评北京压杀港人民主希望 布林肯批评 港区国安法生效一年来 北京和港府有系统 破坏香港民主制度 推迟选举 取消当选议员资格 强迫官员宣誓已保住份工 而2019年繁修例示威以来 不少人因为公开反对政府政策 和记者因为报道政府行为而被捕等 北京政府令香港问责 透明管治 和尊重个人自由声誉受损 违反高度自治50年不变的承诺 布林肯认为 健康的投资和营商环境 取决于透明监管框架和法治 但香港营商环境一年来恶化 决定发出营商警告